Hello,大家晚上好,祝大家新年快乐 今天是立春,我们今天正式即将正式踏入牛年了 所以我是Jazz,是今晚的主持人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爸爸的安全农药讲座 一个专业,专为专业农民而准备的种植资讯 那今晚呢,我们的讲座呢 同样也是会在FB Live及Zoom的Webinar这一边呢 同时进行的 但是今晚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是大家都是宅在家 所以Unify好像所有的Internet都好像有一点Overload了 这一边的网线呢是有一点卡卡的 所以呢,如果等一下在课程进行中有一些断线的话呢 就请大家耐心等一下下哦 那今天Hans老师会跟我们分享 如何减缓瓜类的绿菌病和白粉病 什么是绿菌病呢? 主持人我也不懂 那如果说你目前是种这瓜类的话 就一定不可以错过了 就比如,尤其是你有试过瓜类的叶子 有没有出现那种不正常的黄斑 或者是白白粉粉的呢 所以呢,有种这瓜类的朋友 就一定要留守汉小师今晚的分享 那现在呢,就请线上的朋友们 赶快点击一下那个Facebook那边Share的Button 把汉小师今晚的live分享出去吧 如果说你是专业的农夫 或是你的朋友是专业的农夫的话呢 那你就更加不可以错过了 那等一下在课程的课程进行中呢 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呢 都可以随时点击那个Zoom 在Zoom那边呢,就点击那个Chat 或者是聊天的这个按键 那如果说你是在Facebook的话呢 就是comment那边 把你们要发问的问题呢 都写在那边 在问答环节的时候呢 我会尽量把大家的问题呢 读给汉小师听的 那现在呢,就今年是我们农历 即将踏入牛年的第一个线上讲座 那大家呢,可以写在comment 或者是Zoom的那边聊天室呢 写上你目前种着的哪一些瓜果类 以及你最烦最讨厌的是 哪一种病害啊 或者是菌害啊 或者是哪一种症状呢 说不定等一下汉小师 就会看到你的这个留言 然后特别给你额外的tips哦 那今天汉小师所分享的呢 是无论是商业农根 小型农根都是适合的哦 所以刚刚到FB Live的朋友们 赶快点击share the function share the function 要约在种植瓜果类的朋友们 一起来学习 那刚刚上线的朋友呢 就要继续看下去 还有还有 记得一定要帮我们 把这个今晚的课程呢 给分享出去 那现在呢 我们用热烈的掌声呢 欢迎我们的汉小师 汉小师,有请 哈喽 哇,各位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啊 我是汉小师 然后像刚才主持人讲的 我们今天是立村 我们终于踏入牛年 然后祝大家新年快乐 牛转乾坤 然后欢迎大家来到 这个安全农药讲座 然后其实爸爸推广邮基呢 也已经步入第11年了 我们希望说我们透过这个安全农药讲座呢 能够介绍一些有机有效的方法 然后可以和化学材料轮用 或者是混用 然后这样子啊 如果说他能够从减低一半的农药 或减低一半的化学肥料 也这样子啊 对健康也好 对土地也好 然后对于购买蔬果的消费者也好 能够从这样子开始呢 就已经是非常好的 然后我们今天主题就是这一个 如何减缓瓜类的陆菌病和白粉病 然后当我给这个我们的团队还有主持人啊 讲这个题目的时候啊 其实他们都不傻傻 因为他们都没有 因为他们都不熟悉这个陆菌病 还有白粉病这两个词 然后我相信可能在线的朋友们也不太清楚 然后为什么我们今天谈这个课题 主要是因为这两种病 主要如果真的种大片 一大片种瓜类的 然后呢 这个是通常会遇到的这个疾病 然后而且呢 如果是用有机环保的方式来处理的话 它也不容易解决 所以我们决定要分享一下 那么我们就先来让你们看看一下 就是当你们在种植瓜类的时候 有没有遇到以下这样子的这个症状 然后比如说 这个黄瓜的叶子 瓜类就是有 就是各种的瓜 所以你们 我这里讲花瓜 但是如果说你遇到你种植其他瓜类 也有遇到这样的问题 这个也可能是这样子的这个疾病 举个例子也讲 比如说你的这个叶子轻轻的 但是它上面有不规则的黄斑 然后呢 而且它的黄斑是四角形的 你可以看到 四方状的 四角形这样子的 它不是圆圆的 它是四角形的这样子 然后如果说再严重到来的话呢 它就是它的黄斑就会变成褐色 这样子的这个症状 然后如果说你翻开 如果说你翻开它的叶子的背后的话呢 你会发觉到 这个黄斑的这个地方啊 它就有出现这个 好像有灰尘 好像有发霉的这个痕迹 OK 然后比如说哈密瓜 这个瓜类 它种这个疾病的时候 也是这差不多四四方方 然后这样子的这个疾病 然后种葡萄 一样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 它也是有这一种的黄斑 然后呢 另外一种的这个疾病的症状啊 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叶子上面会生这种白色的粉的 OK 然后呢 这种是白色的粉呢 然后再严重一点的话 你可以看到哈密瓜 上面的这个白色的粉更严重 哈喽 不好意思 我相信刚才有端信一下哈 OK 然后让我再继续一下 OK 我从这里开始 就是说 如果这个葡萄啊 它有这一个黄斑的这个迹象 OK 那个也就是这个疾病的症状 然后或者是这一个黄瓜呢 它有这个白粉的哈 可以看到 它不是虫 如果说没有虫在上面 然后它出现这种白色粉状的呢 这个也是疾病的一种 甚至更严重的 哇 就好像有这个血霜 血花在上面的这种痕迹 OK 你可以看到呢 这种葡萄 它的叶子上面 也是有这种白色粉的症状 然后通常这样子的这个症状跟病状呢 它通常会发生在什么时候呢 就是在阴天 或者是雨天的时候 氏气非常高的时候 然后尤其是啊 在排水很不好的 这一个田地呢 你看到有积水的地方呢 它你种植瓜类 它就会发生这样子的 这个病害的问题 而且它传染的特别快 你可以看到 几乎这个是一个农场 它有这个病的问题的这个照片 它这里一个地方传染 首先它可以从下面传到上面来不到几天的时间 OK 它刚开始是从这个老叶 就最底部的这个叶子先有限 然后可能过了两三天 它可能就到中间 再多一个两三天呢 它就已经到上面来了 它传染很快 然后同时候它也可以传染到隔壁去 所以它的这个传染速度是特别的快的 好 刚才我们看到了这两 这些症状呢 我们把它分为两大类 主要是四方形的 这一个黄斑的呢 左边的这个我们叫做陆菌病 然后右边的这个像白粉的这个呢 我们就叫做白粉病 OK 好 那我们今天这个题目 如何减缓这个陆菌病跟白粉病呢 我们想说透过这样子的这个课题 我们来一起学习 了解这个陆菌病跟这个白粉病 它发生的这个原因 OK 然后还有去了解说 为什么这个环保 了解说到底环保有机 它的预防跟防治是可以怎么做的 那我们在这个开始之前的时候呢 好 我们先来厘清一下 据说在这个瓜类啊 OK 瓜类它的这个英文呢 叫做Cookabit OK Cookabit呢 它这个 它里面是包括什么 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课题 是包括瓜果类 比如说像黄瓜 苦瓜 金瓜 还有这个哈密瓜等等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呢 攀藤类 比如像葡萄 这个也适用于在今天这样子这个题目里面 然后当然 刚才我们讲的陆菌病还有白粉病 对不对 然后除了这两种的病 然后如果说还有一般常见的其他病害 比如说像碳菊病啊 黄叶病啊 还有其他美菌的病害啊 这样子 这些我们都可以在这个今天的课题里面 然后 也可以套用这个方法 尤其是游击环保的这个防治的方式的哈 好 这两个它会发生的原因 OK 都是因为什么呢 刚才我们讲的 这上面有黄斑 有这个白粉的都是要做寄生黴菌 寄生黴菌的意思是讲说啊 这个它一定要 它一定要依附在这个寄组 在这个植物的身上 然后吸取它的养分 然后才能够存活 然后这个啊 它也代表什么呢 其实如果说叫我们自己在实验室里面养的话 它是养不出来的 因为它没有寄组 所以它一定要在植物上面的哈 好 那么这个寄生黴菌呢 OK 我们大概有分为几种 OK 然后主要呢 比如说像左手边的这一个呢 它是有一种菌 它是有这种菌叫做甲菌 OK 然后英文叫Oomyosis 然后右手边的叫真菌 Truth fungi OK 然后呢 来造成的 然后至于这个真菌跟甲菌的 这个分别呢 在我今天可能也没有办法讲得这么深 OK 然后不过后面 我们等一下在后面的时候 我们会谈到这一个事情 它跟你们这个防治的方式是有一些关系的哈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寄生黴菌 到底它怎么去发生 然后怎么去寄生在这一个植物上面的哈 好 大家想象一下 我们的植物是怎么成长的 大家想象一下 如果我们有种东西的话呢 OK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种子 然后种子啊 它遇水 它比如说有下雨 或我们浇水 或它遇水 它会怎样呢 它就会发芽 对不对 然后发芽了之后 它就会长出根部 OK 根部越长越长 然后呢 它这个植株越长越高 然后呢 它慢慢的 我们把 它慢慢的 就会从泥土里面吸取养分 它的根部会从泥土里面吸取养分 到最后它会开花 开花过后呢 它就会结果 这个 这个大家都想象得到植物是这样子成长的 对不对 那其实啊 在这个霉菌 这里的话呢 它的成长过程 跟这个植物成长过程是 非常相像的 比如说 这个 它 它们的这个种子啊 叫做包子 OK 霉菌的种子就叫做包子 一样 当如果说它周围有下雨 或者是环境很潮湿的时候呢 它的包子就会发芽 OK 它发芽长出来 然后它们这种呢 叫做会游泳的这个包子 会随着水游泳的 然后它这个游走包子呢 它会找到这个洞 OK 植物的洞 然后通常植物的洞呢 是伤口啊 或者是这一个植物呼吸的气孔 它们会游到那边去 然后呢 就开始长出菌丝 就好像植物长出根部一样 然后慢慢的 它就会从这个菌丝里面 吸取细胞的这个营养 OK 然后呢 水到最后 它会吸取细胞里面的汁液 然后水 它的汁液里面 它就会没有水 没有汁 OK 甚至会干 OK 然后呢 在上面 它会开花 它会结果 然后呢 它就有这个囊包 然后呢 当它的这个 当它这个成熟的时候呢 它囊包就破裂 再散发出 它的这个包子 它的这种的种子 然后呢 散播到别的地方去 可能是透过水 也可能是透过风 这样子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一个这样子的 它的这个 整个的感染过程 跟生长的过程 基本上好像跟植物 差不多一样的 好 我们来看 这上面的这一个呢 大概大家可以看就好 上面这一个 叫做是 鹿菌病的病菌 OK 下面呢 这个是白粉病的病菌 大家可以看 这个在血维菌下面 你可以看到 哇 它好像植物一样 OK 它这个就好像 它的这个筋部 OK 这个它的根部 它吸取营养了之后呢 上面就会开始 这一个结果 OK 结果里面有很多的 这一个包子 OK 所以它包子成熟了之后呢 它就会 它就会游泳 OK 它里面大概一个 这个鹿菌病里面 大概有五六个种子 这样子 然后里面下面的白粉病的病菌 就有一点点不一样 不过 它大致上呢 好像植物一样 就它从 这个细胞里面 吸取养分了之后呢 它上面也会结出 这样子的 这个种子 你可以看到吗 OK 然后当这些种子 成熟了之后呢 它自动会脱落 然后呢 一样 它会随着水 随着风 传播到 变得地方去 这样子的 所以为什么 所以我们讲回来 我们透过刚才 这样的 讲的感染的过程 为什么前面的叶子呢 这些 被菌感染之后 它会变黄色 OK 然后主要是因为 刚才我们讲的 这个菌丝 它会去吸收 这个细胞里面的营养 所以细胞里面 它的质本来是青色的 它有叶绿素 这些青色营养 然后它被吸走 过后 里面没有叶绿素 它就已经会变黄了 然后我们刚才讲的 翻开它的这个叶子的背后 为什么有这种灰色的 这一个的痕迹呢 OK 你可以近看一点 这个就好像 有灰尘一样 OK 因为这个呢 就是刚才我们讲的 这个就是它的结果 它的囊包 OK 等着成熟 然后过后呢 它成熟过 它就会破裂 散发它的这个种子 它的包子的 OK 然后呢 刚才我们讲的 这个鹿菌病 跟白粉病呢 基本上这两种 病菌呢 它是比较少 危害到果实的 因为 这一个 刚才我们讲的 这个鹿菌病 跟白粉病呢 它是透过 叶子背后的气孔 有洞的地方呢 感染到它 这个细胞组织里面去 OK 然后呢 所以在这一个 黄瓜的 这一个 上面呢 它其实是很少 气孔 它很少有洞的 它就很少去感染 这一个 这个瓜类 所以 有人问说 如果我一直 有这样子的 这个病的话 我这个黄瓜可以吃吗 它是可以吃的 但是 如果说叶子 有这样子的病呢 它其实会影响到 这个果汁的 这个发育的 这个可以跟大家讲一下 好 然后这种的 玫菌呢 它发生的环境 是怎样的呢 刚才我们讲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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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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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种子 一定要遇到水 它才会发芽嘛 对不对 所以 假如是说 有水 它才会发芽 就代表说 它一定要在 有水的地方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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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才会发生 OK 因此 如果说 你的 泥土里面 它很 潮湿的话 或者 它的这个 因为下雨 或者是我们灌溉的时候 我们用springer来灌溉 它的周围的空气 很潮湿的话 相对来讲 它就有利于 这个 玫菌的包子 它的种子呢 可以更快的发芽 可以更快的 游到 别的植物上面去 所以 这个也可以跟大家 分享一个 就是 我们可以去 Google看 可以看看 今天的天气 如何 然后呢 如果说 在这个Google的时候 你发觉到说 这个Humidity 这个是 今天的湿度 OK 有多少个percent 所以 假如是说 如果这个湿度呢 是大于80个percent的话呢 就代表说 哇 这个 今天的 这个空气 很潮湿 所以 这个 这个病菌 它发生的 这个几率很高 当我们看到 有这样子的情形了之后 基本上 我们就可以提早 做这个防治 跟预防的动作了 我们是可以 这样子来预测的 然后这个 因为 然后因此 这个马来西亚 它长期来讲 其实都是属于 在湿度比较高的环境 然后比如说 我们可以观察到 说我们的衣服 我们的 我们衣服 我们去晒 它没有像国外一样 它很容易晒干 我们流汗了 它不容易干 然后 而且经常 也很容易有 这个没臭味 然后我们 这个洗衣服 之后 然后因此 在马来西亚 种植的话 其实和其他的国家 比较起来的话 在其他国家 它的空气比较干燥 我们马来西亚显得 就比较吃亏一点点 OK 我们在这个防病 防病害的这个工作 尤其是美菌 就刚才讲的 这个白粉病 跟陆菌病 它的工作就要 就要更平密很多 我们透过刚才讲的 这个感染的过程 OK 我们可以知道 有五种的 这个预防的方法 OK 它的关键在哪里呢 就是避免它过于潮湿 避免环境过于潮湿 或者我们可以想办法 避免这个包子发芽 OK 我们可以用这两个原则 来做我们这个预防的方式 第一个 我们可以避免种植过蜜 OK 比如说如果你种植瓜类的话呢 你种植过蜜的话 因为它在这个 整个种植的过程中 它会排出这个水气 OK 它排出这个水气 假如说如果你种的 太蜜的话呢 它这个水气 它就会团聚在那个地方 然后自然而然的 它的这个水气 它就会让到这个 美菌的包子 更容易发芽 所以假如说 如果我们种植瓜类的话呢 我们的这个 种植的间隙 就是说 我们种一颗 跟种一颗之间的距离 最好是有 大概有一褶以上 如果能够种到 一褶半以上的话 这样子它比较通风 然后呢 它的这一个防菌的 预防的功能 是会比较好的 然后第二个 我们也要定期修剪 OK 然后针对能够 采收比较久的瓜果 比如说像 苦瓜 像黄瓜 当我们种了之后 当第一次采果了之后 它还可以连续采 21天到30天之间 然后所以 在这段期间里面的话 如果我们 一直让它长出叶子 然后包覆到 然后呢 让它太过冒灭的话呢 一样 它也会排出水气 水气就会囤在那边 这样子是不好的 它就会容易 让这个美菌的包子发芽 所以怎么去修剪呢 种植瓜 第一个 我们剪黄色的 有黄斑的部分 就是说叶子已经有黄的部分 我们把它剪掉 然后第二个呢 我们把剪掉这个 过密的这个部分 我们可以 我们觉得它过密的地方 然后我们怎么知道 它过密呢 基本上 你可以拿一个小风扇 你吹你的这个植物 从一边吹到另外一边 如果说 当它这样子吹的时候 你发觉到说 另外一边 它好像没有什么风 可以感觉到的话 这个代表说 已经太密了 所以我们再多 做一些修剪 让它可以通风 这样子的话呢 它的水气 就不会供在那边 囤在那边 然后第三 我们可以做改良 改良这个通风排水 如果说你的地方 是经常寄水的话呢 我们可以做排水沟 OK 然后呢 起码种子瓜类呢 能够的话 就做一扯深的 这个排水沟 让它排到 这个比较低的地方去 所以囤积在这里的水 它就可以排出来 然后这些水气 它就不会囤在那边 然后同时候 如果说你们愿意的话 你们也可以用设施来做 比如说 我们做这个遮雨棚的话呢 它的高度呢 就要高过15扯 OK 在马来西亚这里 如果说 你做低过15扯的话 它的这个水气啊 就很容易囤在 这个屋顶的这个地方 你做太低的话呢 这些水气呢 它很容易会让到 附着在这个植物上面的 包子发芽的 所以如果说 你有做遮雨棚 记得能够的话 就做高过15扯的 然后我们也可以 做通风设备 让它比较通风 然后水气就不会 囤在那个地方 然后如果说 在这样子的这两个设施里面呢 你能够选择其中一个 然后改善这个 那个地方的通风排水的话呢 这样子也非常的好了 然后呢 我们也不要用手去摸这个菌 有时候我们看到 这个菌 我们会用手摸 那个白粉啊 摸它这个 这个黑莓啊 灰尘啊 摸看到底是什么 能不能够拓得掉 基本上 我们不要用手摸 因为我们摸了之后 我们再摸在别的植物上面 这样子它就 传染了 OK 这些都是菌的种子来的 所以即使你用手摸了 你的手也要消毒一般 就好像我们现在 洗手消毒这样子 我们才去摸别的地方 这样子也比较好 然后第五啊 也建议大家可以 喷洒这个波尔多伊 叫做Bordox mixture OK 然后这个呢 是用硫酸酮 Corpus sulfate 然后呢 还有这个生石灰 C calcium oxide来做成的 然后刚才我讲的 这两种材料 大家可以上网订购 如果所以想要知道 怎么做的话呢 也可以上网打波尔多伊 或者是Bordox mixture 然后呢 上网很多的资料来源 都会教你们怎么去混的 然后当然 在市场现在已经有 已经有这个 已经混好的 不用这么麻烦 要自己混的 这个也可以拿来使用 然后这个资材啊 是在 是在有机是可以使用的 但是它是有限制的 我会跟大家讲 所以当我们喷洒了之后呢 尤其是喷在瓜类的叶子之后呢 它会粘附在这个叶子上面 然后呢 它的这个斑呢 是可以耐雨水冲刷的 它留下蓝色的这个保护膜 然后能够防止这个 默菌的包子发芽 所以如果说 我们在前期 我们能够这么做的话 到后期 它就可以减少很多 这样子的病菌发生 然后因为 刚才我们讲的里面 有这个Corposophic 有酮剂的原因 所以根据这个 有机的这个标准的话呢 我们一个月 顶多只能够喷洒 最多两次 OK 然后避免有太多的 这个酮元素 残留在这个叶子上面了 好 我们在这个时候 我们做一个小复习一下 白粉病跟陆菌病呢 基本上它都会发生在 这个瓜果类 还有攀藤类的 这一个植物上面 然后包子的 这个病菌呢 都会遇水发芽 就好像植物的种子一样 然后呢 它会游泳 传到别的植物上面去 然后而且呢 白粉病跟陆菌病的病菌呢 它会透过植物的 液背的气孔 OK 它呼吸的地方呢 来侵入的 然后呢 白粉病跟陆菌病呢 一般都发生在 以下的条件 就是很高湿的环境 所以想办法 就去做这一些 让地方不要这么高湿 所以根据这样子的 这个概念呢 我们能够避免 环境潮湿 避免包子 浴水发芽 我们也可以有 五种的预防的方式 就是避免中植过密 然后呢 定期修剪作物 然后呢 设施改良 通风排水 然后呢 不要用手喷 还有呢 喷洒布尔多益 Botox mixture 好 我们到了下一个环节 然后呢 这个一般 假如说农场 他们遇到这样子的 这个病 不管是发病前 或者是发病后 他们是怎么去处理的呢 他们一般上就依赖 这一个化学的菌药 OK 好 化学菌药啊 比如说像农民 比较常用的 像 Anthrago 安图菌 然后M45 黄铜粉 然后还有这种 铜心猛 然后还有很多的 这种菌的 这个药呢 这些都是化学菌药 然后其实 如果 农民 我们 喷洒过多 过度依赖这样子的 化学菌药呢 其实它也是有一些 负面影响的 比如说第一个问题呢 它这个就是 作物会吸收过量的 这个重金属 因为在这些 化学菌药里面呢 它本身会有一些 重金属的成分 比如说像 这个铜啊 铅啊 蒙啊 锣啊 硫啊 这一些 它如果给植物 吸收了之后呢 它对于我们 这一个可能肝脏 它对于我们一些器官 它会有一些 负面影响 当我们吃到这些 吸收过量的 这个重金属的 这个作物的时候 然后第二个问题啊 就是这个 抗药性的问题 这个就好像 植物 那个抗生素一样 基本上 假如说 如果我说 我们不停的 打化学的菌药 不停打抗生素 在给植物上面的时候 给这些菌的时候 这些菌呢 它慢慢的 也会产生抗体 然后呢 它会变种 它变种了 变成一个新的 这一个菌种 这个就好像 我们病毒病疫 是差不多 同样的道理 然后结果啊 因为它 因为它能够 抗这种的药 对于农民来讲 它就觉得 为什么这个药 好像无效了 然后是不是 我用的不够浓呢 所以结果 他们就会想办法 用的更浓 或者是混合 不同种的 这个菌药来使用 结果导致 它变种的更加 可能更加厉害 然后呢 抗药性更加强 然后呢 到最后这些吃的植物啊 到最后会是 留给我们自己的 我们都会吃 这些这样子 这个植物的 OK 所以对于 这样子的话 有这样子的负面影响 我们在有机环保 到底有什么方法 可以去做呢 然后今天大家 我们 今天我会跟大家分享 大概有四大种的 TEPO 然后呢 来去对抗 这个 这个 鹿菌病跟白粉病 这个事情啊 第一个 我们可以做 短期的营养治疗 然后根据研究啊 这个 会发生 鹿菌病跟白粉病 它很容易在 怎样的植物发生呢 就是蛋 植物的体内 如果说它蛋很多 它蛋很高的话呢 基本上它就很容易 引来这个 鹿菌病跟白粉病的 病菌的发生了 这蛋为什么会 在很容易 为什么蛋高 很容易在这些植物发生呢 因为蛋本身 Nitrogen本身就是一个 蛋白质 组成蛋白质 很重要的组织 这个蛋 然后所以 假如说 如果这个植物 它也没有很多蛋的话 对于这个 些病菌来讲 它就觉得 我可以去吸这些蛋 让我的这个 让我自己长得比较胖 让我可以繁殖 然后所以 它这样子就很容易 引来这些病菌了 所以遇到这样子的 这个问题 遇到这样子的 这个事情的话呢 我们可以再 用短期营养治疗 我们用这个20个L的水 加上这个 高甲的海藻精 然后呢 加上同心猛的 微量元素 然后呢 这样子来喷洒 然后呢 这样子来可以提高 它的这个 敏意力 OK 然后呢 同时候来平衡掉 植物里面 很高的 很高的 蛋的 这个 的比例 这样子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子做 然后第二种呢 我们可以用 疫苗治疗 这个大家可能 大家可能对于疫苗 很熟悉 不过这个疫苗 都是对病毒的 对不对 然后大家知道说 病毒的这个疫苗 它是如何在我们 人体身上起作用的吗 我们就是靠 注射这个 病毒的疫苗 OK 就是 这个病毒 它身体的某一个部分 比如说一只手指 或者 它的一个 胡须 OK 它有这种身体特征 当它注射在我们的身体里面了之后 让我们的这个身体 能够提早的 产生抗体 OK 产生免疫 然后所以 真正的病毒 它来的时候呢 它就已经有免疫了 OK 它就有这个抗体了 然后一样 对于植物剂来讲 我们能够提早 为植物呢 做这样子的 这个动作的 所以在这里 有什么材料 是可以给植物 然后注射这种疫苗呢 OK 我们可以用这种 叫做亚磷酸 英文叫phosphoric acid 然后呢 它混合跟这个 potassium hydroxide 氢氧化钾 所以大家可以上网去找 亚磷酸 它也教你们混合的方式 然后呢 来去 来去 喷洒在植物上面 给植物吸收的 然后呢 或者可以去市场上 找已经混好的 这个亚磷酸钾 英文叫做 potassium phosphate OK KH3PO3 OK 大家记得 不要买错 一定要买potassium phosphate 有时候它会写 亚磷酸钾 不过它英文写 monopotassium phosphate 这个是不可以用的 这一个 好 它的功能是这样子 如果说我们提前 给植物喷洒 亚磷酸 它就在植物的体内 有这个亚磷酸的 这个成分 它留在植物体内 然后呢 当刚才讲的 鹿菌病或白粉病 这些病菌过来的时候 这亚磷酸呢 它就会去锁着它们 不要进一步的感染 同时候 它们会发出 Alarm 来 来 警告植物的体内 一定要做一些事情 首先 它会去诱发抗体 然后呢 来消灭这个坏菌 然后第二个呢 它会叫这些植物 增强它的这个细胞膜 然后 让它的这个坏菌 减少进来 这样子做 然后第三种呢 我们可以用 抑菌治疗的这个方式 所以针对这两种的 这个病菌的话呢 鹿菌病跟白粉病呢 我们可以用 这两种抑菌 OK 第一种呢 我们叫做木霉菌 这可能大家也听过 英文叫Tricoderma 就是这种青色的 它本身是吸血鬼 植物界的吸血鬼来的 怎么说呢 它就跟它 怎么SARS这些病原的 霉菌治有关系的 它是透过这种 叫超细生的方式 也就是说啊 当我们喷洒在植物 特别是喷洒 有这个菌的地方的时候呢 它就会缠绕在 它的这个身体上面 然后呢 吸收它的这个养分 然后这样子 给它这个死亡的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这个坏菌 OK 然后呢 这个短短的呢 瘦瘦的呢 这个就是木霉菌的 然后第二种呢 我们可以使用 叫做菇草杆菌 英文叫Bacillus satelis 然后这个呢 就好像植物界的白雪球 然后啊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个植物 在这个植物里面呢 其实它是可以 透过这个 释放抗生素 哎呀 这个图画没有出来 好 有机会我再 补这个坑给大家 它会透过 释放抗生素呢 来去杀死 这一个坏菌的 好 所以 这个刚才我讲的 固潮杆菌 跟木霉菌 基本上 现在马来西亚市场也很多 你们可以在 不管在Lazata Shopee 或者是在我们的这个平台 在我们的网购平台 你们打这个字眼 基本上它也会出来 我们讲回来 哎 这个陆菌病啊 它基本上 它病菌呢 叫做甲菌 然后白粉病啊 这个叫做真菌 哎 这个跟防治的方式 有什么关系呢 它就跟它的这个细胞膜组成有关系 这个甲菌呢 它基本上 它这个细胞的皮 OK 是由cellulose 植物纤维素组成的 OK 它的这个cellulose 它就比较偏向植物 甲菌这个事情啊 就好像 海藻 跟黴菌的 合体版 OK 所以它的这个 所以它的这个 它的这个细胞的皮啊 就好 就有纤维 植物的纤维素 这样子 然后呢 对于这个 真菌呢 它的这个细胞的皮呢 它是开定 OK 几丁值 这个呢 就好像 害虫的壳 OK 啊 害虫的壳一样 哎 这个 它的 它的这个 比较偏动物性一点点 所以这两个是有很大的 这个分别的 这个可以跟大家讲 它最大的 其中一个分别是这里 然后它的防治方式的 不同是 假如说 各位朋友们 你们有用几多散 或者是你们有买一种菌 叫做芳心菌的话呢 基本上 它对于白粉病的 这个防治的功能 它会 效果会比较好 好过这个 陆菌病的 为什么呢 因为像凯头散 跟这个 这个防腺菌呢 它基本上是吃这个 真菌的几丁值 然后呢 透过这样子来 杀死它的 然后呢 这个甲菌呢 本身还没有 这个几丁值 所以呢 基本上碰了 它可能 它的防治效果就没那么好 所以这个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然后呢 在Mr.Gadding这里呢 我们就出了第四种的 这个全新的防治方案 叫做生物检的这个治疗 然后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针对这两种病啊 陆菌病跟白粉病呢 然后基本上 我们的这个生物检 OK 它的这个产品名字 Mr.Gadding Meditation呢 梅露青 OK 然后呢 它是采用这个 散行科的 植物萃取的生物检 它是由这一种的 这个植物的里面 它所分泌出来 能够 发现能够抗病的 一种的成分 把它提炼出来 然后呢 根据研究 它能够扰乱 和抑制霉菌 就是陆菌病跟白粉病 它细胞膜的稳定性 这个 陆菌病跟白粉病啊 它的这个细胞的皮 它有一个成分 叫做agosterol OK agosterol就好像我们人体的 胆固醇cholesterol一样 OK 然后呢 对于这些病菌 对于这些病菌来讲 agosterol对他们的重要性 就是稳定 它的这个细胞皮的结构 所以假如说 如果它没有办法 有这些agosterol的话 基本上 它的这个细胞 就不能够生存了 它是透过这样子 来影响它的 所以原本 你可以看到 这个是细胞的包子 它发芽 然后呢 它长出这个菌丝 来吃这个植物的 原本它是这样子的 而结果呢 它就 脱了 它就好像脱水一样 OK 因为它的细胞脖 没有办法稳定 结果它就这样子死亡了 而这个啊 是我们在显微镜之下 而我们看到这个病菌呢 它被杀死的 这个样子 你可以看到它 好像是扁扁的这样子 好 刚才我们讲的 这个生物菌呢 Muditia呢 它的这个用法 到底是怎样的呢 大概每20个L的水 混合 差不多33 到50个ML的 酶菌氢 酶露氢 然后呢 喷洒的方法是这样 一个星期 喷洒一次 然后早上喷洒 最好是在早上喷洒 为什么 因为早上 当它的露水干了之后 这个时候天气比较干 然后呢 我们这样子 也可以避免潮湿 它有 足够的时间呢 让它的这个 喷洒的这个 在残留在叶子上面的 药气比较干 可以干燥 然后呢 而且 要喷洒它的叶背 要从老叶喷洒 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 基本上 刚才我们讲 这个包子 它会 它吃的时候 它会去 透过它的气孔 去吃 它吃食物的 细胞的这个营养 所以 这个露菌病 跟白粉病 当如果说 你们真正发现的话 它会从老叶先发生起 尤其是老叶的叶背 为什么呢 因为在老叶 它会比较多的气孔 已经形成好了 然后在新叶的话呢 它气孔还没有完全形成 所以它没有这样容易去 侵入这一个 新叶的叶子 直到它变得比较成熟 好 我们在这里 我们做一个复习 一般上呢 如果说在农场 它使用化学杀菌剂的话呢 它的重金属的成分 它对于这个健康 有负面的影响 然后过度使用呢 它也可能造成 我写错 造成 病菌它变种性的 这个抗药性的问题 然后有机环保 这个防治方式呢 它有什么 跟我们讲的 有营养的治疗 有这个疫苗的治疗 有抑菌的治疗 还有生物菌的治疗 然后瓜类的 陆菌病跟白粉病呢 通常都是从老叶开始发生 尤其是老叶的叶背 所以因此 当我们喷洒 这些药剂的时候呢 记得要从老叶的叶背 开始喷起 所以我们 如果说我们喷的时候啊 你的那个管呢 记得要低下来 然后呢 转上去 然后呢 喷洒它的叶背 否则的话呢 这样子 否则如果没有这样子做 它的防治的功能 就会比较差一点点 然后这里有一个表 可以给大家参考 这个是 可以做一个比较 有预防性的 针对这些方法 哪一个是预防性的 哪一个是保护性的 哪一个是防治性的 然后对于这个生物菌的治疗啊 它能够有保护性的作用 保护性就好像 我们喂植物有一个结界 然后有一个保护层 让它没有这么容易去 被感染 然后如果说被感染了 它这个生物菌的治疗 它也能够做到这个 早期治疗的效果 好 针对刚才我们讲的 防治白粉病跟 陆菌病的生物菌的方案呢 如果说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来到我们 这个官方网站 然后去查询 然后如果说想要联络的话 可以联络这些人 然后去了解详情 好 谢谢大家 我这个时候 我把时间交给 我们主持人Jess 好 谢谢Hush老师 那因为今晚的网线呢 好像是北马的网线都 非常有问题 那大家请 那谢谢大家的耐心观看 就是留守到现在 那大家放心 我们会 那因为今晚的网线的关系呢 所以今晚的那个live呢 过后呢 我们会让它停留在 我们的page那边 那如果说过后 有朋友跟你说 哎呀 昨晚的那个都听不懂啊 都听没有什么这样子的话 那可以叫他们呢 回到我们的一个 我们的baba gardening page那边呢 再重看我们今天的 今晚的这个课程 因为这个网络的问题 听起来蛮大范围的 对 所以我就不把我的摄像头打开 我怕说我一打开 我就会断线了 好 那这边呢 汉小师就有几个问题 他讲说 苦瓜会黄叶和 小小只黄色的虫 和刚才老师说的 那一个黄叶是一样的吗 不一样 不一样 基本上我们先讲 苦瓜有这个小小只的 这个虫 黄色的虫 这个黄色的虫呢 叫做 黄手瓜 OK 黄手瓜 然后这个黄手瓜呢 基本上它是吃植物的叶子 所以植物的叶子 有一个洞一个洞 所以它的症状是植物有洞的 OK 所以如果说真的 种植瓜内有这个黄手瓜的问题 的话 如果说在家居种植 然后可以使用这个 这个苦练油的资材 像Nim Oil Dr.Nim 这样子的这个资材呢 然后来做驱赶跟麻痹 然后减少它们去使用 如果说在农场的话 大型农场的话 就要去找针对 这种甲虫类的 这个黑将军跟白将军 来做防治 这样子会比较好 然后至于刚才讲的 这个苦瓜叶的黄叶呢 它的黄叶 它也会发生这个 刚才讲的陆菌病的问题 它另外一种呢 叫做这一个探菊病 OK 都是苦瓜会黄叶了 只是说 它那个探菊病 它黄叶的话呢 就是整片黄 然后如果说 那个陆菌病的话呢 它就刚才讲的 它是正方形 正方形 一块一块黄在上面的 OK 不过怎样都好 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方法 刚才我们讲的这个 这个病菌 它成长的概念 它的防治的方法 基本上都可以 共用 OK 我们可以共用同样的 这个模式呢 去做这样子的防治的 好的 那刚才老师有介绍了几种制裁 那请 主持人 诶 听不清楚哦 好 我相信 OK 我相信 刚才主持人 他的问的问题是 这一个 就是说 刚才我们介绍了几种制裁 对不对 然后这些材料到底能不能够 混合来用 OK 我相信大家有这个顾虑 所以基本上 刚才我们讲的那些方法 比如说短期的营养治疗 然后疫苗治疗 然后还有这些各种不同的 这个治疗等等 只有一个东西是不能够混在一起用 就是刚才讲的波尔多益 OK 然后呢 里面有这一个 里面有这一个 铜剂 OK 所以相对来讲 这个里面的铜剂呢 尽量不要跟其他的材料一起用 他只能够独用 然后剩下的 比如说刚才讲的 这个营养治疗 然后这一个 营养治疗 疫苗治疗 疫菌的治疗 还有这一个 这个刚才讲的 生物碱的治疗 这一个我们都 混合在一起都OK 这样子 但是我建议说 如果为了要省用 省掉它的cost呢 大概混合两种 然后沦用 这样子它的这个 效益会来得更加好的 OK 好 主持人 OK 好 我相信今天 这个今天北马区的 这一个live 它的确比较差 OK 我们先等多一分钟一下 OK 好 各位朋友们 OK 因为今天 因为今天呢 真的网线会比较长 然后所以 等一下 我带主持人 先讲一下 等一下 我们 等一下 我们会 这个 这个部分的video呢 我们一样 我们会把它留在这个facebook 大家可以重看 所以大家 如果说 今天有遇到 断断续续的 真的很抱歉 大家可以在那边重看 在我们的爸爸 Gardney Facebook 然后我也先帮 Jess来谈几个 后面的预告先 OK 有一个事情 OK 我看一下 它的这个comment OK 有一个问题 它写说 如果家里的瓜类 得了这些菌 它会传染给其他植物吗 比如说隔壁的木瓜树 OK OK 针对这个问题的话呢 通常不会 因为木瓜树通常 通常它的这个病菌 OK 比如说刚才讲的这个 鹿菌病的病菌 跟白粉病的病菌呢 基本上 不是 刚才讲的瓜类的这个病菌呢 基本上它跟这个木瓜树 不太一样 木瓜树有这个瓜子 不过它是属于果树 它不属于那个瓜果类 OK 揉水这个请放心 不过能够的话呢 我们还是做一进一步的防治 我们这个 当我们去对我们家里的瓜类 做防治的时候呢 我们也喷洒 在这个隔壁的 隔壁的木 隔壁的木瓜树一下 如果能够的话 这样子 来主持人 Jes你回来了吗 来我先帮忙念下一个问题 OK Wood vinegar可以常喷在植物和泥土吗 如果在植物上面有白色斑点 OK 基本上 如果是Wood vinegar的话 它本身 它的这个杀菌的功能就没有这样好 如果说你是定期喷 它能够提高它的这个防病的能力 OK 然后 但是 该讲回来 这个朋友问的问题是 我喷在泥土的话 它能不能够杀死这些菌呢 基本上 它还不容易杀死 而且这个菌 也会残留在泥土 然后尤其是这种菌 它基本上 它会残留在泥土 大概有 这一个14天的时间 所以假如是说 如果说你有遇到这样子的菌 然后 泥土有这样子的这个问题的话呢 你的这个 不是 你的这个树有这样的问题 你的泥土处理是这样子 在家里种的话 放在黑色plastic bag 给它爆晒上天 然后呢 用plastic bag里面 勾着的这个热 还有这个UV呢 然后把这个菌杀死 然后如果说种在农场的话 我们可以喷洒这个双氧水 然后来針对它来做防治的 我们可以这样子做 OK 好 我再看看其他的一些问题 OK 有些人问黑斑 病菌也是一样的了 OK 这一个这一位朋友 你可以先 PM我们 然后呢 让我们来 看看一下他的症状 然后到底是不是 默菌的 这个 这个 这个病菌 基本上如果它是 默菌 的一种的话呢 一样也可以用这样子的 这个疗法 可以PM我们 你可以拍 这样子的 拍 PM我们爸爸跟 NuNu的Facebook 然后呢 可以拍近照 也可以拍远照 然后这样子的话 可以让到我们知道说 你这个病菌的症状 然后呢 也可以看看说 到底你这个植物 有多严重的 可以这样子做 OK 好 来 OK 好 我基本上 我刚才就是 一边看 我一边看 大家的 这一个 这个comment 然后一边 来来来回答 给大家 所以可能 有时间一些慢 来 我看看还有 什么别的问题吗 OK EM菌 EM菌可以预防 这些真菌 还有甲菌吗 OK EM菌呢 基本上 它能够做到的 就是预防性的 刚才我们讲 有预防 有保护性 还有这一个 这一个叫做 治疗性 所以呢 它在能够做到 预防性的动作 主要它是透过呢 就是 我们喷洒了之后 它能够跟那个 坏菌竞争 生长的空间 然后来做预防 但是万一 比如说 它的这个病菌呢 它的这个 这个太过于强大 太过于强势的话呢 我们还是要来到 接下来 我们要进阶到 保护性 还有这个 治疗性的这个材料 好 还有这个 请问喷洒 环保酵素 可以 移除掉 基本上 移除掉植物上的 这个病菌吗 好 基本上 环保酵素 它是 当我们喷洒了之后 如果说它是早期 就是说 只有一两个斑的话呢 它是可以有帮助的 OK 但是呢 突然 突然这样出来 我讲完一句话 如果说 它很严重的话 基本上 环保酵素 它可能帮助不大 这样子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